山传黑衣黑褲的男子一屋看起来有点脏污 脚边放了一个塑胶带 坐在捷运后车座位打盾 但仔细看他的腰间露出一把小刀 想到5月才发生终结随机攻击 一旁等车民众吓坏 立刻报警处理 就觉得很可怕吧 就是治安不太好的感觉 害怕吧 当然应该是逃离现场吧 检方不敢大意大批警察涌入北投捷运站 但找到这个人后傻眼 这名64岁猴姓男子当时在月台椅子上睡着 腰间露出的小刀自成是平时捡资源回收时 用来切割纸箱的工具并没有要伤人或是恐吓 网友看了直呼又没拿在手上挥舞 简直是矫枉过正 吃饭的工具也变成凶器 作家掉一支笔要不要也抓起来 经本分局将侯南大反手说明后 全案训后以社会秩序为务法 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法院裁处 之前同样是捷运淡水县 一名老婆在车厢内亮刀销阻损 惨遭罚一万元虽然事后知道拿刀不对 但老人家不守法律 天真以为没有伤人就不会处罚 实在让人听了好心酸 谢谢叶文成光与台北报道